8月27日 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开幕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开幕式 虽然两国一直以来在叙利亚问题上举语不断 但此次俄图两国总统却目标一致 直指反恐与军事合作 据俄罗斯微信通讯社28日报道 在会谈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埃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将与俄罗斯共同生产S-400防空导弹系统 土耳其希望与俄罗斯在军事设备生产方面开展合作 并且将合作拓展到其他国防领域 可能是军用飞机 普京表示 双方讨论的内容不仅涉及军事技术合作 还包括民用 太空和航空领域的合作 双方讨论了联合生产飞机的可能性 特别是有关苏35的合作 并探讨了新型苏57合作的可能性 在两国总统会谈当天 俄罗斯开始向土耳其提供第二批S-400防空导弹系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